7月21号电视剧《三十而已》 官宣江苏颖毛小彤加盟 并配文写道 职场有天花板人生没有 时间最迷人的魅力就是让你坚定成为自己 而原定的佟丽娅因为档期问题确认磁眼 居心6月10号电视剧《三十而已》 官宣主创阵容 佟丽娅与江苏颖毛小彤出演 随后则是风波不断 有网友质疑佟丽娅在剧中的角色人设 是个老公出轨还苦苦挽留的全职太太 谁皮是60多岁的男演员 最后还收获甜蜜的爱情 有网友对此表示非常不满 并放话要脱粉 芒果老新闻 期待江苏颖和毛小彤之间的火花吧 报道